大家大部分都是在線上打 打成這樣 可是線下現在這樣打其實 就我的感覺是跟 其實跟以前都不太一樣 跟這個線下雖然是大比賽 可是這個線下跟之前的網路上在打 其實是很大的不同 有啊 我有感覺到 強烈的感覺到 大家的招 就跟線上不太一樣 線上無所謂 線上的話 因為他講的第一點就是Lag的問題 好 現在開始了 開始囉 我要比賽 喔 威哥 超確認 確認有 喔 想再爆牆點突然沒有 哎呀 按錯了吧 竟然變成 突然急飛了 浪費了一個普通的傷害 不然現在大概的血單已經結束了吧 喔 應該還沒有 我 以我玩裡強 以我玩裡強 大概剩一點啦 對 剩一點啦 好 現在 我一個想要第一個燈 喔 漂亮 喔 2PT帶浮空 這算是蠻穩的 要把他踹死了 換眼鏡墻邊 有力 非常的不錯 防側移 再講 因為光是速度的問題 喔 這個沒B 哎呀 失誤了 卡蘇很驚慌的說 失誤了 卡蘇很驚慌的說 失誤了 卡蘇很驚慌的說 失誤了 哎呀 龍踢欸 哎呀 哇 4PT 原來是PPP要追到尾 然後 聖靈雲哥那個把他散過去 214P啊 對 沒錯 236P 蛇女防攻有力啊 反正這一場 那個 小威哥打起來 變成他是拼命在搶攻的 他 因為他也了解說 這個不過 被李強 掌握到優勢的話 非常的不好打 被李強 聽到真的很痛 因為李強的龍夠 太多了 他要怎麼去防 還不如說 他採取主動 畢竟 怎麼打都有優勢 像現在這個看 喔 加了一個挑釁 應該是不小心看到了 他應該不會是這樣的 沒關係 都是熟人吧 可是雖然是熟人 我是覺得說 這畢竟 還是不要做這種事 比較好了 我們這邊不是像美國那種 熟到不能再熟的 熟到不能再熟 美國比賽還蠻常出現 那個挑釁 挑釁編師 加嘲諷 欸 對 大家都覺得說 欸 奇怪 為什麼都會這樣 大家都是熟人 李強被打掉之後 黑哥他決定換回 他自己 當初最熟悉的那個 莎拉 莎拉 莎拉好處是架構 可以反擊回去 而且帶康 可是 這個狀況就是 看 我們對蛇女 喔 漂亮 一開始 微哥很確認 喔 七匹 唉唷 沒按到 應該說高度有問題 喔 漂亮 214P 214P 海康 馬上取下一登 Risk 派生中 帶衰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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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他的打法 喔喔 馬上進西B 蛇 取聲音的好處是 他帶 帶衰狼 很方便 214P確定 而且214P那個東西的話 是很確定的 而且他那個腳 距離又遠 算是可以打力回 對啦 可是 對方空陣就直接做到 沒錯 他2PG也是常暈啊 有很多時間 就算讓他暈到 很多時間讓他缺了 對啦 喔 沒有 喔 沒有 其實剛才還要摔 都沒有 躲開 可是這個東西 這個在賭 這個牙洗身是在賭的 真的太低 賭 賭 AIM他會騎身體 喔 架構 有力 2HK 2HK 想爆牆但是沒有 45度角會躺開 喔 漂亮 用這個東西來閃過 上段 6KK是 蛇女的是中上 喔 派身都HOLD掉了 派身HOLD掉了 其實 蛇女這個派身非常不好HOLD啊 真的 喔 壓到最後 下去了應該 沒有 還差一點 還差一些 還差一些 大概 直接跳起來摔 吃了 吃了 在這裡 AIM連續兩大決 都齒或三的把它打掉 非常的 令人驚惡 咪咪耶 蛇人 衛克